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复利十倍速 赚几道快速 大家好 我是熊雄雄 今天台北股市现在是12点 那目前是在 大概是在平盘附近 今天台北股市也是蛮震荡的 我们小看一下 今天也是大概震荡 那现在又拉起来 现在在平盘附近 那以目前整个台北股市 还是会持续地会受到 像疫情所影响 那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是疫情影响是不大 那我认为还是会有影响 那只是在一个 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可以看到 那整个大部分的资金 都转到像航运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 我看航运股他们的成交比重 有到37.5% 那电子股是有44% 那以目前像在成交来看的话 还是航运股 那航运股整个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热络 那也是因为被一档股票所带动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2615万海 让他带动的 那他我们可以看到 他四月份单月 EPS2.77 2.77 那你如果把它乘以12 超过30块 30块 那现在股价 今天涨顶板128 这个要不要追啊 那有投资朋友来问我 我的看法是 那这些股票 你可以做短线的交易 那就像今天 今天有赚 那也可以来跑一趟 像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有一些股票 我们也是 今天有赚 就先卖掉啊 那明天再来啊 那当然啦 你如果说 你不想要这样子做也可以 像你也可以跟我们 从底部来换股操作 赚一个波段 都可以 都有 那我们 像我们从底部来 开始做了两些股票 我们先快速来检视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我们3260 这个威刚今天下跌 来 威刚啊 还有啊 4967 十全啊 还有啊 2303 连电啊 还有啊 还有其他的 还有像金利科 那因为我在 因为我们金利科 我们说实在 我们买的比重不多 那也没有 买下去之后 也没有再做加码 那所以我在节目上 我也不太推荐 这种股票 因为讲这种股票 那万一你进去买了 那震荡 它的震荡是非常大 那我是不建议你们自己买 但是你如果想要买的话 可以来问我 那可以来到赖声莫区来这边来问我 或者是来加入 直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这样更快 我们来看一下金利科 那金利科现在 其实就涨停板了 那也 又涨停板 那你看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说实在 因为像这些股票的话 我是比较不建议你自己做 我真的比较不建议 那比较你能够自己做的股票 我就比较推荐的就像 这联电 这低档的地方 这里 像我在上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45块46块这里附近 我公开说还有礼拜一 这礼拜礼拜一 我公开说如果有闲置的资金 还有大额的资金 你如果没有用到的资金 都可以来买什么 买联电买一些 买联电 那联电现在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融资已经大幅的往下降 外资持续的一直往下丢 他说往下卖 有没有下去 没有 没有 那这两天也都反弹起来 那今天是有 今天在平盘附近 今天还是有开高 那平盘附近 那我记得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你如果手边没有买的 你就不要先不要追 不要追 那如果有 小额家 小额家 那因为已经 已经拉起来了 拉两根起来 已经有十几%了 十一%了 我们买股票 我希望能够 跟你介绍的地方 就像联电 买在这里 买的家 那更希望你直接来跟我们一起来走 每一步路 那是更好了 这样我更放心 那因为我在节目上跟你说 资产股票你可以自己买 那有时候在震荡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承受不了 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我才知道 操作股票我知道都很辛苦 那联电今天是还有一则新闻 那这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了 联电今天 先联电 那这一个 那联电现在南科 他现在要扩厂 他要扩厂 那扩厂他先给客户 叫他们先拿出钱来扩厂 先预付 就好像 好像这是预付金 定金然后来扩厂 那才让给你 多出来才给你厂 才给你订单 这样子 现在做生意能够做到像这样子的 半导体 半导体 这是半导体 半导体像联电这样子 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还有 我认为还有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像美国 美国他们现在赤支 美国政府 当然要赤支520亿美金 要发展半导体 要盖七到十座的金元厂 美国政府说要盖七到十座的金元厂 你想到的是什么 你想到的是什么 那当然还有一些金元厂 还有一些像设备 这都是都也可以 都多对 我看到的还有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呢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就是这 金采 环球金 还有汉磊 茂系 合金 就是这一个 金元厂盖好之后 它需要什么 要细金元 不然的话它怎么做金片 要细金元 那细金元现在目前台股 那我比较推荐的 当然有几档 有几档 我推荐是给我的会员 那你参考 你参考看看 我推荐给我会员 你参考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像3707 这个你不要再追了 这已经从底部起来了 这已经从底部起来 底部我也是一直 我告诉你 这已经起来了 你不要追 像5483 中美金 这还有机会 这还有机会 还有什么 6488 这比较贵 880元 这环球金 还有像6182 合金 这些股票 你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有关于像细金元 这是未来 当然他们盖金元涨没那么快 那市场会不会等到说 他们金元涨盖好了之后 你才会反映这些细金元 你才会想到说 要去买细金元 我告诉你 人都已经做完了 等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做完了 我们已经在做其他的 我们要先 那时候早就已经 已经入口袋了 落袋了 买股票 我们就是要怎样 你要能够 你要能够看得到 知道这个 美国他们要盖金元厂 他们要盖金元厂 那你要想到 有哪些东西 是未来需要的 就好像基础建设 那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几天也不是 这几天 最近也在讲基础建设 那美国的基础建设现在 在5月20 已经那个 现在这个计划 已经又要被缩水了 那拜登说要4分之1 减少4分之1 到1.7兆美元 共和党还是不领情 现在还要再降 那我早上看到了一个数据 那有点低 那先不用讲 那个数据好像有点低 那共和党他们 像美国他们的反对党 来说的话 1.7兆 这个他们觉得还太多 还太多 所以像有一些原物料 这会变成一个 短线上 短中长 可能都会是一个 短线上可能还没有利空 那长线来说的话 会造成是一个利空 那买股票来说的话 那以目前 那你如果说要 我只是做个当冲 今天买明天卖 那可能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要给他 要给他爆一段时间 做个波段的 那不行 以目前这个我们台北股市的指数 现在你说要去做波段 你说你现在 你要做一个波段单 要做波段 我认为也是不适合 现在也是不适合 要做波段 我们呢 我们也不给你做什么波段 最近期来说的话 我们是做什么计划 我们的计划很明确 短线计划 我们先抢30% 先赚先赢 要赚要赚到波段 这60% 稍微等一下 等我们疫情 整个和缓之后 我们再来做这个波段 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短线 不然就是当冲 这两个方案 当然操作上来说的话 像现在能够做 当冲来说的话 那当然就属航运股 那就航运股 那航运股说实在 我们做的量 说实在 以目前来说的话 已经又来到一个 相对积极高档的地方 那量我们就会减少 减少量 那当然我知道了 那每一个 那你看到这个航运股 每个都看起来很美 但是实际上 你如果去在做的时候 有可能是开高走低 那你不是 就像昨天一样 昨天那航运股 开高走低 那你如果找盘一开高进去 到底下的时候 快要跌听盘的时候 你去回补 那你不是追高杀低吗 所以当冲也不是你这样 随便说你看到 你看到就进去就追 不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做的 那操作上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像 我们怎么样来换股操作 还有这一些像板卡 还有像宅经纪 像这个 像齐亚比尼塔板卡 这个面板 这些个股里面 他们都是一些宅经纪的 我们下阶段 我们再来谈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息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息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 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欢迎回到现场 最近就算你在做 当冲的一些股票 你还是要注意到 有关于什么 它基本面 它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话 你去做一些股票的当冲 你要特别的小心 这是我在这边 来给你呼吁一下 你要做 要有基本面 而且要很强 它有拉回的时候 那当冲就是要等它 有拉回的时候 你进去买 你要等它拉得高高的 那除非 你就是还要再等明天 那明天的变化是怎样 不知道 那所以呢 那当然在 你要做当冲的话 你要选基本面 非常的强的基本面 那这当中的一些 还有像隔日冲 短线交易 这投资的一些策略 这我们改天再来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在这一个礼拜 我所写的168周刊 那我还是有 在这边有介绍 像有 金创有达财经 技嘉维新 威刚实权 那还有加上 有一个重点就是 集叠弯腰减股票 当然在好股票 那我所选 像我在这边所列出来的 这六档 这七档股票 那多是符合什么 多是符合这个 底部换股来操作的 底部的地方 那锁定什么 高货率高成长低本利比 要这 要这些 你才买得安心 才买得多 买下去才睡得着 像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吗 像买了一档 像3228的 那金利科 那我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当初买的时候 这个算不算底部 算啦 算底部嘛 当初我买的时候 买的时候 会员有说到说 我们好像有追高 有追高 有更低 162 这 那怎么买得到 那个地方 那个点 不是我们去买的 我们也不会 我也不会带你那个点 我们去买 我们要买在一个相对低档的地方 相对 相对嘛 相对低档的地方 这样起来 现在起来 今天到多少了 现在涨停摆292 292 292 这样是不是不错 这怎么买的 这啊 这没最高 也没有几天 也没有几天 当然 还是要符合 这一些条件 底部 那高获利高成长 低本利比 当然这两股票 它本利比 以目前来看的话 目前看 当然是本利比来说 很高 算很高 但是高成长 高成长 那它的 接下来是 它的下半年 它的订单 那以上半年来说的话 上半年是比较弱一点 它的订单比较少一点点 那这些股票 当然我们这些 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在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们不会加码 买进去就不会加码 就是这样子 等着 我们就是要出调 那现在正在抢 我们就 它抢 我们等 等它转肉 我们再把它给 获利了解 那像最近这个可以看到 像有关于武汉 这个奇亚币板卡面板 我本来想要改 想要改它 把它改成栽经济 想一想 载经济嘛 太笼统 太笼统 直接就用比较详细一点的 像我们可以看到 像奇亚币 那奇亚币大家都知道 比较连结性 直接啦 跟你听到奇亚币 那你可能连接直接就是什么 威钢啦 石权啦 这一些股票啊 这直接都联想就是这些啊 那板卡呢 板卡你想到的就是像技嘉 微星啊 还有像立台啊 这些啊 二十六立台啊 二十六立台啊 还有二三七七啊 微星啊 你可以看到 这外资 这是外资啊 每一天 几乎 几乎每一天都在买 连续一直买 股价目前呢 还在低档附近 还在低档附近 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知道 哪里可以买进 当然啦 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 跟我们走每一步路 那我来带你来做 还有像这档股票 二三七六 技嘉 这我拉回的时候 我来跟你讲啊 那技嘉也是啊 那他们都是不是低 高获利高成长低本利比 都是 那这些就是板卡 同时他也是什么 宅经济啊 宅经济要干嘛 你在家里 你要干嘛 现在小朋友 在家里你整天 也不是整天在念书啊 哪有每天 哪有二四 哪有每 无时无刻读书啊 没啦 干嘛 打游戏啊 游战啊 那游戏要需要什么 要板卡啊 要板卡 速度才会快才会流畅啊 卡卡卡的啦 不然你要开个枪 你马上你还没开枪 人家已经把你打死了 那你速度太慢了 太慢了 当然就是要什么 板卡 还有呢 当然啦 现在板卡还是 板卡现在还是一卡难求 还是非常贵 还是价格还是倍数 好 现在也是一样啦 因为挖矿把他给拿走了 因为他们愿意出高价 就把他给埋照了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还缺 缺的话 这个他们有没有机会 而且技嘉 还有维星啊 这目前还在底部 还在底部 来跟我来换股来操作 你手边的 像高获利高增长低本益比 我们锁定这个 跟我们一起来做 我告诉你怎么样来做 那当然我们近期啦 我们也是有 就是要做这个 短线计划 这是短线计划 先抢30% 我知道你现在 你手边的股票 还趴在地上那怎么办 那你知不知道 他的基本面 他人家如果开始反弹 强力反弹的时候 他能不能弹起来 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办 我给你一个方案 我们专案会员 直接申 特别会员 我亲自带你操作 我亲自带你做 帮你资金规划好 你不用再考虑说 我到底要买多少 don't make 你不用想那么多 不用 不需要 那我知道最近 像我们这个周刊 我们都在这里 我都是建议 在这里面我都建议说 季线买进 季线附近买进 微信 微缸实权 季线以下主要买进 当然 我们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在讲的 在写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操作也是一样 也是同样 我们也是这样来操作的 我们也是这样操作 那像面板 面板 那三虎 两只大虎一只小虎 还有没有机会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像 他们要如何怎么操作 像 群创 还有 友达 还有 彩晶 想要了解更多 像有关于 像奇亚币板卡 面板 还有底部要来换股操作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告诉你怎么操作 那 也祝你 健健康康 那 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承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共同企业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承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成都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